觀眾朋友 你好 歡迎收看今天有個好話說的節目 我是主持林丹心聰 今天是公視新聞部 這個騎順順立新處 整個新聞 他包括我們有話好說 晚間新聞 暗時新聞 中奏新聞呢 今天都換了全新的攝影棚 應該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 今天又是冬至冬場 可能大家現在在家吃冬場 應該是一件高興的事 可是今天說實在 怎麼樣都高興不起來 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新竹市 我們來看看這個建築物 原本他合法 只能蓋五層樓 我們來看看那個 那個新的這個新竹的 這個建築物的這個外觀 只能蓋五層樓的建築 結果呢 他蓋到九層樓 我們來看看這一張 本來只能蓋五層樓 結果蓋到九層樓 那如果九層樓 他還有十樓 十樓是鐵皮屋 上禮拜大火 一對小姐妹葬身在這個火箱 這是一棟違建 那因為他自己撕接電源電線走火 燒死了一對小姐妹 這或許是個案 可是這絕對不會是唯一的個案 因為到目前為止 臺灣登記有案的違建 大概有六十萬戶 這六十萬戶呢 是政府當然每年都在拆 可是呢 這個違建就很像 所謂的癌症一樣 越拆 他蓋得越多 問題越來越無解 除了說在上禮拜 這個違建大火燒死了姐妹之外 我們也經常看到 有這些貪心的房東 因為他的家就在學校旁邊 他本來呢 也許是二十坪 三十坪的房子 他可以隔成七間 八間 甚至十幾間的這個房間 然後租給這些 比較窮的這些學生 然後一場大火 這麼多年輕的聲明 就複之一句 今天我們來談談 違建的問題 真的像癌症越蓋越多 越拆越多 可是政府在哪裡 真的是因為地方明帶的官說 使得這個問題永遠無解嗎 介紹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蕭基會房屋委員會的委員 同時也是德林技術學院 不動產經營系的副教授 林萬格林老師 主持人好 兩位來賓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再歡迎是崔媽媽 基金會的義務律師 沈以軒 大家好 臺北市議員王宏偉 信聰好 大家好 來看看 從上個禮拜 新竹市的這場違建大火 這到之前許許多多 這一種因為房東太貪心 把一間房子隔成那麼多 那麼多間的房子 而導致於無數的生命死去 究竟我們能學到什麼樣的教訓嗎 來看看 上星期 新竹市光華二街這棟大樓八樓發生火警 由於九樓與十樓為鐵皮違建 火勢迅速延燒到十樓 警消救出受傷的增性屋主 但是他的兩個女兒不幸燒死 樓上沒辦法上去嗎 我們還在找 兩個 兩個女生 借你兩個而已嘛 兩個 小一跟一個五歲 警消表示在十樓發現兩名女童 但發現時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鄰居則說這棟大樓五樓以上 都是違建 新竹市消防局初步判斷 懷疑是電器短路期貨 而這棟樓五樓以上都是違建 曾被檢舉卻不見市府處理 也引發質疑 另外在二零一一年 華蓮發生一起火災 房屋主要是東華大學學生校外宿舍 造成一名學生死亡 多人受傷 房東事後承認 宿舍是違建 現場不但只有一個出路口 甚至連面火器也沒有 而這把火也燒出學生外宿的安全問題 我們來看看臺灣現在 違建到底有多少 在零九年的時候 每一年其實政府都有在做事 地方政府都有在拆 那其實很多大家都心知肚明 拆了之後他又蓋回來了 或者是說真的有拆了 他也沒蓋 可是新的違建又出來了 每年拆的數量 大概就是兩萬七千多件 三萬多件 三萬件 三萬六千多件 三萬一千多件 理論上你都有在拆 這個違建數量 應該越來越少 可是真的很像癌症一樣 他是越來越多 從零九年五十萬件 一零年五十二萬件 一一年五十四萬件 一二年五十六萬件 到一四年 今年已經有六十萬九千多件的違建 這個必須強調是說 他還是登記有案的 那那種因為他鄰居關係做得很好 所以別人就沒通報的這些 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所以我請教林老師 你知道是怎麼會像中南一樣 越聽越多 這個就是有三方的問題 一個是政府 一個是人民 一個是這個所謂的這個這個利益 這個這個民意代表 可能也在這裡面 那這個剛剛主持人提到的 這這麼多的違建 其實在九十六年監察院調查的實際數字 是八十八萬件 那那麼多的違建裡面 我們可以想像 在民國在民國八十四年 各位發生什麼事情 那個時候二月十五號是威爾康事件 威爾康的時候 發生之後 就訂了一個所謂的 趕快在三月之後到六月 其實那個法 叫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在兩年多躺在立法院 然後在三月八號到六月六號 然後順利的完成 所謂的這個這個 這個法案的立法 那也就是在同樣的 在七月的時候建築法修正 那一次的建築法修正裡面 就要重罰 原來只能夠罰三千塊 到一萬五千塊的時候 把它提高到六萬 到這個三十萬 那這個重罰 有沒有發生效果 沒有 到現在我們看 沒有發生效果 所以這個部分 基本上就是說 他在 尤其在學校旁邊 或者是在這個竹科 或者是相關的這個中科 等等旁邊 有很多的這一些 這個需求租屋的 這個部分 那立之所趨 然後這個部分的 違章的那個部分 都就非常的氾濫 包括前不久 這個淡江大學的這個 這個租屋 也是發生死亡的八條人命 那在這邊我們有更看到年初的時候 有所謂的這個金山街四千多戶的 這個部分的這個微建的 從三樓蓋到九樓 不是這個五樓蓋到九 比這個更厲害 然後到現在呢 新竹市他連續四年 他的預算 執行的預算 只有兩百萬 請問兩百萬能夠做什麼 那每年他執行拆的 執行拆除的那個部分 只有三件 只有三件 那在這樣子一個狀況之下 我們很難去理解說政府 為什麼那麼怠惰 只有編了那麼兩百萬的預算 這背後是潛藏的 什麼一個關係 這個關係 我在猜 當然民意代表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人民 請託的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事實上是非常存在 是非常大家耳熟能詳的 在這種狀況之下 才會造就今天違章的這個犯案 那麼從外在的違章 到內部的違章都有 在這種狀況之下 那麼這個部分 我想在實安之後 這個這個所謂的這個公共安全的 這個問題在在這個往後 可能就會發生 所以這個部分 政府應該去重視他 不過剛剛林老師 你講的違章 我們得到的這個所謂的登記 有案的資料 是大概六十萬筆 大概六十一萬 你剛剛談到監察院整理的數字 是大概八十八萬 可是違章有大有小 有些違章會死人 有些違章 他就是違章 可是當然都該拆 但是八十幾萬說 你說大家都要一起拆 這是天方夜談 可是總有所謂的拆的 這個先後順序 我們來看看 常見的違章 頂樓加蓋 加一層非常常見 說實在在臺灣到處都是 那種頂樓加蓋的情形 但是你加到兩層三層 四層五層樓 地震稍微晃一下 那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頂樓加蓋的這個問題 陽臺外推 他當然是佔用到 所謂的公共空間的這個問題 那現在呢 陽臺外推的情形 也非常非常普遍 露臺外推 這也是公共空間的問題 這個是所謂的陽臺外推 還是你自己的權狀裡面 這個露臺是不算權狀 就是說整個公共空間 你去佔用別人的權狀的 這部分 我們再來看看 其他的這個違建 棋樓外推 等一下我們看一張照片 那其實很嚴重 如果你騎樓站下來 你要做生理 買東西 還是說變成你們家 結果如果消費處 消防車進不去 那個也是要死很多人的 夾城屋 當然夾城屋的部分 他有些爭議 也就是有些時候 建商就已經蓋好夾城給你的 有些是你自己把它搞這些夾城 但是這個夾城 因為違反建築當初的設計 他一定會對整個建築安全結構 會有一些衝擊大小而已 所以我請教林老師 什麼要先處理 這個在監察院糾正之後 營建署其實也有在做檢討 那各位知道 一百零一年四月的時候 建築 違章建築管理辦法 在一百零一年四月修正 他就訂了 增訂的兩個部分重點 第一個重點 就是增訂十一點之一 他把這個違建的類型 就如同剛剛主持人提到的 他把這個違建的類型 把它變成是最危險的 公共安全有關的 跟這個公共安全比較無妨礙的 甚至到室外的違章 立體的違章 這一邊 他們把它做一些分類 那所以在過去 有老違章跟新違章 這一次又爭了一個 叫做中古的違章 就是說不一定可以 緩猜的那個部分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的違章裡面 他其實有分類 那涉及公共安全的那個部分 那既報既猜 不能不能打折 那但是問題是 為什麼沒有辦法猜 這個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當初在行政 那個內政部的討論裡面 也提到一些解決的方策 因為假設政府沒有人力 那怎麼辦呢 那是不是可以跟這個違規 脫掉的那個部分是違外 那在這個這個違章處理辦法裡面 他也設了這樣子的一個機制 那違外也沒有用 他編你兩百萬 你怎麼違外 所以甚至在建築法修正的時候 有增列的一個叫做 營建基金 這個圍建的處理基金 希望說透過立法 那這個法 建築法的這個立法修法 還有公寓大廈管理的條例的修法 其實是在一百零三年的六月十七號 已經送到立法院 那立法委員 現在也許這個部分 因為有很多人的請託 有違建的部分 可能會被執行 可能在這邊立法委員 也不那麼的重視 所以這個法案 已經躺在立法院 也躺了一年六個月了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就中央來講 你不能說中央政府 尤其營建署這邊沒有在努力 但是我覺得立法院有一些怠惰 那洪惠姐我要請教你 現在很多人在批評地方名單 就是說本來要拆 結果拆除大隊到樓下的時候 議員就來了 不能聽 不能聽 說我才有公文要聽 我沒有協調 還要協調 下個月才要協調的 所以今天你不能拆 然後等到下個月要協調的 就說沒有 因為那個屋主不在請假 所以我們再延下個月 一延再延 三延四延 延到後來就變成這樣子 這間房子也被檢舉了很多次 那也要拆了很多次 結果越拆越高 從五層樓蓋到六層 七層 八層 九層 到十層 我想問的是說 地方民代真的是這中間最邪惡的軸心嗎 其實地方民意代表就是有關於違建拆除的部分 絕對是我們在選民服務裡面的一個大中 我必須要承認 那我記得我在八年前當議員的時候 我曾經還跟我的助理說 說我現在要對外宣布 我違建案子一律不接這樣子 後來我們就說 你不可以這樣子 好像巨人魚千里之外 但是我也跟各位報告 因為確實違建的他的型態是非常多樣態的 有一些是非常惡劣的違建 像這個是極為惡劣的違建 而且這個我必須要講 這個在臺北市 大概是不可能看到的 就是說因為他原來合法的到五層樓 竟然可以加蓋到一倍十層樓 這個在臺北市 以現在臺北市的生態 今天就算哪 我相信就算議長 都沒有辦法去擋這樣的一個違建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政府 他的執法的態度 這個寬鬆絕對是有不同的 那麼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對我們地方民意代表 很多確實是要去協助 因為很多人是因為他真的不了解法規 我舉例來說 在臺北市大家應該很清楚 臺北市當年在陳水扁當市長規定 他有一個緩差 也就是說所有在84年1月1號之前的違建 我列為緩差 也就是說所謂的老違建 因為那個經過空照圖 當時就知道你已經有加蓋有違建 我暫時不處理 但是在84年1月1號之後 你衍生出來的違建 急爆 急拆 這個部分就是沒有什麼灰色空間 但是即使如此 比如提到像新竹市政府 他們在整個得拆違建的預算這麼少 我記得我在當議員之前就有聽說 在臺北市議會曾經有一年 就是因為很多議員一直在說要 就是不准拆 可是他照樣要編預算 結果一火起來 大筆一揮 把你的預算幾乎刪得差不多 讓你根本沒辦法執行 我在講新竹市政府有一種可能 你說是不是市政府不願意去編這個預算 還是說他知道他編這個預算也通不過 這是其一 但是以現在臺北市政府的做法是什麼呢 也就是如果一旦是由監管處去 那個查報大隊 拆處大隊去拆的時候 拆的這個錢 他還要再去跟屋主收 也就是說你不拆對不對 因為通常其實即便是市政府去拆 他也希望你能夠自行改善 我要講就是說 像我們做的很多的 就是說有關於選民服務 很多事要告訴你 你要改善 也就是說你不可能說 今天找到我王洪威 然後我幫你擋住說 就是不准你拆 這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必須要最好是自行改善 改善到合乎 合乎法規 否則的話 一旦是由這個拆處大隊進去的話 第一個他可能會拆的非常可怕 還有你要宣布自行負擔 我舉例來講 剛剛才講說 在臺北市很多的老舊公寓 都有這個加蓋的這個頂樓加蓋 漏水 對 那我記得我第一次處理的違建案子 我本來說我不要處理違建案子 可是我到現場去看 他是一個老違建 我剛剛講 他就是84年 1月1號之前的老違建 但是因為他是新婚的夫妻 新結婚 然後那個老違建都已經漏水了 所以他們就把那個屋頂重新做修正 也就是他是老違建 但是他的屋頂確實是新修的 結果被查報大隊 當時是用整個天花板 整個掀開來的方式 就是蔡主嵐 整個掀開來方式 就是等於說你進去 那個是屋頂是沒有的 然後因為是老公寓 所以當然頂樓淹水 連帶下面的四樓 也開始要拿水桶來接水 所以他們當時就說請 他說真的拜託我 他說議員 你一定要去看 一定要幫我們那個伸張 伸張規 他說我們這個是老違建 但是竟然被拆成這樣 可是後來我們就瞭解 這個法規 他確實就是老違建 他應該是老的違建 但是你新的施工 而沒有去做申請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在很多的違規案件裡面 有很多是確實是民眾 不了解法規 但是像這個這麼惡劣的 因為我老講 我覺得這個案例非常奇怪 因為他說屋主呢 是買了六七層樓 又一直加蓋到十層樓 其實這個恐怕要去查 有沒有人魔不髒的問題 照理講 他的這層樓是只有一到五樓 是合法的建築物 他買六七層樓 請問他的產權在哪裡 他當時怎麼登記的 他如果沒有辦法登記 他又怎麼再就是說 來做交易 就是說到底誰賣給他 誰可以把六樓跟七樓賣給他 因為他沒有辦法做產權登記 所以這個應該是有人 人魔不髒的問題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在地方民意代表 確實這個是 我想在臺北市都有 在其他縣市 一定會有很多這樣的 有關於民旦 來怎麼樣去做 做這個選民服務的問題 可是要怎麼樣執法 像新竹市這個案例 實在是太超過 洪威姐 我請教你們臺北市的情形 因為其實媒體很多 然後大家檢舉的量也很多 所以大家是大家虎視 單單在看著 可是其他縣市的話 或者是就直接講臺北市的話 這些地方民代去關說 這些甚至很誇張的違建的時候 地方民代會有責任嗎 或是說我只是民眾 陳情案 當然有責任 會有責任 我舉例來說 至少我們選區 我曾經接受過管委會 他發函給我們選區的議員 直接告訴我們 請你們不准再來 關說我們這個社區的任何違建 如果有的話 他們會通知其他的 這個社區的這個住戶 告訴說某某 比如說王宏偉 他說王宏偉來關 就是等於說來 等於說來擋我們 這地方的違建 我的意思在講 就是說一個以 我覺得一個比較成熟的 一個社區 或者是也許在臺北市 或者可能這個有些選民 他自主的意思也比較高 也就是說我可能去幫你 關說了一戶 但是我得罪了這十戶或二十戶 那大家現在資訊也非常發達 那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明代去在做這個違建的 這個選民服務的時候 也必須要同時要承受這樣的一個 一個代價 因為其他的住戶會通知 問你說的是道德或政治上的責任 可是在法律上有責任嗎 在法律上 我目前還沒有聽說有相關責任 所以他就只是一個選民服務 因為執法單位 確實仍然是在我們的行政部門 因為行政部門有關一些 他有沒有涉及到有關公共安全 就是有沒有公共利益 最後他的執法者仍然是在在行政部門 所以我們自己也會跟選民說 我們能做的就是請你自行改善 我們幫你爭取一些時間改善 但是你不改善的話 你這個該猜就猜 你這個就像在防火象的案子 我是完全不接的 因為那個太可怕 那個即便我們沒有法律責任 我想這個道德責任 相關的責任 這個是沒有辦法擔當的 不過沈律師我們來看看 臺灣其實真的違建的情形 真的是非常非常普遍 頂樓加蓋 我想這不是只有臺北市 全臺灣到處都是這個頂樓加蓋的情形 我們來看看其他的部分 這個是在高雄 他本來是三樓的套廳 起到八樓 起婚教 還可以搭一個貨梯 那是真的會合不合 我們來看看其他的這個違建的情形 這個就是講他原本把這個消防的 這個巷道蓋出來 變成自己要用 然後切了之後 其實這個屋簷也會使得消防車 根本這個巷子進不去 你如果拆手在這裡燒火車 這裡燒火車 你車進不去要怎麼辦 這是一個 我們再來看看其他的情形 這是金門 因為蓋了四層樓的這個違建 倒了 第四人上去扶植 官員說沒有啊 我本來就要拆了啊 那個明袋說沒有啊 那個拆不拆是官員的責任啊 所以人死的是活該 我們來看看 在其他的部分 其他的部分 像是新竹五層樓 蓋成這樣子 在上禮拜燒死兩個人 我想問的是說 好像剛剛 洪惟姐也談得很清楚 明袋去官說 去介入去做選民服務 他當然會有道德上 跟政治上的這些責任 而在法律上 他們有責任 法律上有責任 就是公務人員 而公務人員 現在啞巴吃黃蓮 明袋來說要協調 我不能拆 所以要一直往後延 人死了就死了怎麼辦 我想就像剛剛主持人說的 就是這不僅是一個個案 那我相信他也不是最後一件 那我會認為是說 雖然我們都瞭解 針對這個違章建築的 拆除的部分 建築法規 他怎麼執行 他基本上 他是授權給內政部 那內政部呢 基本上又制定規則授權 給各縣市政府主管機關去做 所以他們才會有所謂的新違建 或者是既有的違建 要不要緩拆的一個部分 但是其實各縣市政府 他們的共識 其實如果本 如果是一個危樓的話 有公共安全的危險 基本上來講 應該是急暴急拆的 那我們如果看到剛剛主持人說 那件新竹的個案的話 五層樓他蓋到十層樓 那第一個結構上本身有問題 第二個基本上來講 消防設備有問題 因為你五層樓會因為樓層面積的不同 你的樓梯的寬度 包括一隻樓梯 兩隻樓梯都會有差別 第三個 因為他的樓層本身是五層樓 所以他的電源的配置五層樓 所以你往上蓋的時候 基本上來講 你一定是十階公共電 當然 甚至五到六樓以上 都是套房 套房基本上 他的耗電比一般的樓層來得更高 所以以這麼多種的可能性 都會高度造成所謂公共安全的部分的話 我自己認為 他本身就是一個超級大危樓 那如果主管機關 基本上如果已經被查報三次 他到現場看的時候 如果只是告訴我們的民眾 是說因為我們的經費不足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猜的話 說老實話以我個人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那我會認為是說今天經費不足 不足以作為你執法代舵的一個理由 所以因此我會認為是說 其實在建築法規裡面 本來就已經賦予主管機關 你有很多的動作了 例如建築法規裡面有說 如果真是違章建築 你基本上來講六萬到三十萬連續罰 甚至你就算強制拆除 你說你沒有經費拆 你也可以斷水斷電 甚至你可以移送到地檢署 因為這個部分是不是有所謂的 竊佔罪的問題 相關的部分 你完全都不做任何動作 只告訴我經費不足 甚至告訴我是說 好像今天八千棟新竹市 你必須要透過多久的時間 能夠拆除 那我說老實話 我如果是民眾的話 我一聽到我就會認為 這絕對不會是最後一件 那我如果是官員 我也會知道說 對啊 沈律師 你知道我可以有很多武器 雖然說我錢不夠 人不夠 可是我可以把他斷水斷電 我可以連續罰他個六萬三十萬 然後我可以把他送地檢署 但是我不做這些事情 每個縣市的違建 都是一樣的 我才不相信監察委員 會動到我的頭上 所以這個問題還是無解 不過就像剛剛主持人說的 違建有很多種類型 你今天如果是陽臺外推 我讓我們室內的使用空間變大 我不敢講說 他對公安一定會造成 非常嚴重的危險 可是如果你來現場看了以後 任何人從各種角度看 他就是一個超級大違建的話 那我認為公務人員 如果你沒有去做這個動作的話 那這個部分 其實會有所謂刑法上的廢池 植物量之災害的罪名 那我個人覺得是說 在這個地方來講 主管機關必須告訴我們 除了經費不足以外 你到底還有什麼理由 在這樣子的一個公安 有極度危險的可能性之下 你還是完全的不作為 林老師我請教你 這個事情 其實真的是層出不窮 每次看了就傷心一次 可是傷心久了之後 就好像越來越沒感覺 因為好像這個問題是無解 我們來看看一一年的時候 東華大學違建的宿舍 大火 導致一個人死亡 十二個人受傷 這是農社去改建 農社也可以改建成鐵皮屋 然後機車棚 機車棚起火 唯一的出口被擋住了 而且沒有滅火器 一個人死掉 一二年八月的時候 臺北市 雖然剛剛洪惟姐說 臺北市情形好一點 可是臺北市 不管是文化大學 或其他大學的 這個問題也很嚴重 這個智善路 違建 然後火警也導致六個人死亡 一三年基隆北寧路 兩層樓的民宅倒塌 這也是違建 我們來看看其他的部分 一四年金門四層樓的違建倒塌 剛剛我們看過照片 一四年八月的時候 新北市淡江大學的這個租屋 也是違規隔間的很多間 失火一個人死亡 然後再看到上十二月的時候 新竹市隔騰公寓 這個就是上禮拜的這個情形 我想問的是說 有方法 很直接的方法 不要再讓這個悲劇發生 其實我剛剛講說 他是一個共犯結構 一個是政府 一個是民意代表 一個是人民 這個是整個在發展的 發展成違建的這個可能性的原因之一 那另外在違建的這個所謂的二工的 那個部分 又是建商跟設計者 還有消費者之間的共犯結構 那這一些結構裡面 我們在 我記得在參與 內政部的討論裡面 我們也談到說 這種東西應該是製造一個 一個平衡 恐怖的平衡 那比如說你在買賣房子的時候 應該是要刻意這個建築業者 在這個交務之前 你應該提供是一個無違章的 一個狀態 交給住戶 交給管委會 那管委會這邊 如果看到說 我這個 我這個空空間 有違章的時候 我不能收 假設收 我也可以 應該要收到罰 那這些罰 就是政府要去執行 如果政府在這個執行裡面 都不去執行 所以這個三個恐怖平衡 就沒有辦法平衡起來 是 所以在前 就在二零一三年的 這個六月的時候 公益法其實有修正 是讓他說在交屋之前 要管委會交的時候 要有這樣子的一個機制 那但是這個部 這個部分 是在立法院 還沒有完成修法 是 所以所以在內部的 那個恐怖平衡 那個部分應該建構之外 在外部的那個部分 剛剛沈醫師有提到 你 你有很多的籌碼 很多的工具 你應該去走 你跟他斷水斷電 你跟他高額的處罰 然後這個部分 讓這個違建的這個利益 這個利益不能獲益的太多 然後罰的太少 這個部分就政府在這邊 我覺得這個部分 應該把它建構起來 所以官員其實是有足夠的武器 現在已經不需要再修法 甚至我們在罰則的部分 刑法也有廢除植物罪 其實就可以辦他 只是現在大家這麼多武器 通通都不用 可是洪偉姐我想請教 明代的部分 有辦法解決嗎 我們真的只可以說 單純這就指示選民服務 然後說他都沒有責任嗎 我覺得因為民意代表 大概分兩種 就是剛剛講說 要不要刻以民意代表 他的法律的責任 因為通常如果發生 像這樣的一個悲劇的話 那最後可能真的會吃上官司的 仍然是行政單位 那麼民意代表大家覺得說我只是建議或者說我只是說做協調 因為我並沒有行政權利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可以成為用一個如果未來有法律的案例 就是說他成為一個法律案例也給所有的民意代表當你在做選民服務或者是官說的時候那麼你自己要瞭解你可能會負擔一些法律的責任 我剛才講說因為我必須要講其實真的有關於這個就是違建的他的形態是非常非常多種 那麼甚至在這兩年臺北市在大力做的一個違建的程序 就是我們在講的蔣庭蔣庭他違規使用 就他本來應該是獎勵停車位的空間 應該是給停車位 結果他拿來做非常漂亮的大廳 他拿來去做什麼卡拉OK 或健身房像這一類的 那像這一類的違建 其實如果沒有說 就是有人去檢舉的話 其實他很難做這個內部的檢查 我在去年的時候 我曾經去踢爆在臺北市工商中和區 他違規作為豪宅使用 就是他本來是應該是作為一個辦公室使用的 而他違規因為現在臺北市賣豪宅是最賺錢的 他也是類似用二公的方式 那個時候像我們的監管處告訴我們 他們還碰到剛開始 因為當我們因為是民眾跟我們澄清 然後我們去檢舉 檢舉之後監管處說他沒辦法進去 他沒辦法進去去看他有沒有什麼樣違規 就是有沒有這違建的情形 所以就是說在有關於違建的部分 公權力是不是不張 像剛才提到很多釀成非常大的貨端 很多都是他做一個小坪數的使用 就是譬如說是套房 很多是在學校的外面 像新竹我聽說也有很多類似這樣合成套房 那是為什麼呢 他們要租給在園區工作的一些工程師 所以他都是因為市場的因應需要 但是如果沒有人來做檢舉的話 那麼這個行政單位就是監管處 他就很難進去 因為他不會有這麼多訊息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要建立一個機制 也就是當有人去檢舉 我想相信這個被檢舉三次 就代表說他非常 而且他是應該是跟他們的住戶 跟管委會相關去檢舉這個案子 也就是檢舉案子 他一旦立案了之後 我覺得行政單位必須要去做處理 那至於有任何的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去關說 或者去阻擋的話 以臺北市來說 其實在臺北市 我們做議員 我不曉得其他縣市 我們都有一個責任 因為他所有的違建案 他如果緩處理 他上面都要註明 是經過哪一個市議員在協調 所以當我們去介入這些案子的時候 我們也要知道 有一天有人去解決說 這個違反公關或者什麼事的時候 你要提出來 他們其實是會提出來 這是由哪一個議員在做協調 不過我們真的很希望說 這樣的悲劇不要再發生 包括人民 包括執法的這些官員 當然也包括民意代表 應該要負起道德 良心跟法律上的責任 接下來我們要談談 同志婚姻合法 是不是真的可以在臺灣落實 臺灣真的有可能成為養育